这个范例是在 这个在网路上 也有放在CAD室内 设计实物范例里面 那你就找到第2章 第2章我们这个是 应该是 208 那你可以在旁边也画一个 一样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 暂时先不要管他多大 这个我们可以先 第一个在 他的旁边好了 先开启这个档案 然后在他旁边 利用矩形 也画一个 那画之前 这地方我们就大概先画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一个矩形 不过有同学会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线条 它是 黄色的 那我们如果今天 要把它改成也黄色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上面有涂层 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 点一下就变黄色 再来的话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要画出像 这个 范例里面的这个线条的话 里面包含什么线 像这边到这个是端点 到这个终点 比如说我们就利用 线的方式 找到端点 点一下之后的话 移到这个所谓的 终点 再移过来 就一条线 那再来的话 就按exe 跳开 还有终点 对 这边 等等 我想你们利用这个 范例 试试看这个功能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看这个功能 看这个功能